你绝对分不清这种鱼是熊士雌,也为它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,是一条雌雄共同的鱼。 你觉得这种鱼丑吗?海洋深不可测,让我们看看今天带来的,海里十种最神奇的鱼类。 第十,兽鱼。 它眼睛鼓鼓的,前期就像个手臂一样,皱皱的外观看起来非常显老,它可以长到十五厘米长。 外表并不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,它可不会游泳,而是使用改良过的胸杞来行走。 可悲的是,这种鱼已经濒临灭绝,这是由于捕鱼,污染,栖息地的破坏和入侵的北太平洋海星导致的。 200年前,大量的手鱼生活在澳大利亚水域中,然而现在只有13种其他种类的手鱼仍然活着,它们中大多数也濒临灭绝了。 去年年底,一条罕见的粉色手鱼在塔斯玛尼亚海岸被发现,这是22年来的第一次。 第九,迷幻碧鱼。 当你在水下碰巧看到一个炫彩的漩涡,不要担心,你并没有头晕。 你看到的是一条迷幻碧鱼。 这种鱼在2009年首次被刊登在某著名科学杂志上,研究人员写道,它有显著的漩涡状的白色条纹以及色素。 它没有鳞片,覆盖其肉质和松弛的皮肤的是一种保护性的粘液。 使用其凶器移动,也不会游泳,而是通过它的塞射出水来推动自己前进。 它没有尖刺或毒素,听起来很容易成为猎物,但它可以隐藏在狭小的通道里,使任何捕食者都不可能抓到它。 而且它也擅长伪装融入周围的环境,难以被发现。 第八,亚洲羊头赖鱼。 这种鱼长相如此怪异,以至于拍摄它的潜水人员为它起了史瑞克的绰号。 它不光外表奇特,甚至还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。 亚洲羊头赖鱼在本质上是一个雌雄同体的动物。 这意味着最突出或最大的雌性可以变成雄性,这通常发生在它们的繁殖季节。 这种能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交配。 许多人都会认为这种鱼不可能会灭绝,尽管科学家们不知道它们的确切数量,但报告说它们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。 这是因为它们的繁殖率很低,再加上它们生长时间比较长。 第七,占星鱼。 占星鱼又叫做藤鱼,是一种极其凶猛的鱼,它常年生活在水底。 它们在伏击猎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,它们的习惯是把自己埋在沙子里。 它能把自身下嘴唇的奇特红色突起物,从嘴上超长地伸出去老远,其修长的身体形态。 使得这种下唇突起物在海中沙底上的活动姿态更像是一条蠕虫。 而这蠕虫式的新鲜东西,则使许多馋嘴贪式的小鱼都成了这种凶猛鱼类的盘中餐。 这些鱼是美味佳肴,可以在鱼市场上找到。 第六位,后鹤藤鱼。 你觉得这种鱼比我们之前介绍的更普通吗? 也许不是,它们并不是以外表取胜。 这种鱼的卵会一直在鱼的肚子里,直到母亲把它们产在海底或植物中。 并且是由雄性携带着卵,雄鱼把卵放在它们的嘴里以保护它们不被捕食者吃掉。 当鱼苗准备好孵化的时候,才把鱼苗放出来。 它们通常十天后才孵化,也可能更快一点。 第五位,飞鱼。 这是一条奇特的鱼,因为它们可是会飞的。 当然,它们不会像鸟类那样飞得那么高,那么远。 但这仍然没有其他鱼能真正做到。 这些家伙可以使自己跃出水面,并利用它们长长的翅膀般的骑,来在水面上滑行相当长的距离。 根据国家野生动物协会的数据,它们推动自己离开水面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6公里。 这使它们能够在空中滑行200米,然后再落下。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当捕食者到来的时候,它们能够及时地逃跑。 可悲的是,在躲避它们的水下杀手的时候,它们可能会成为其他鸟类的猎物。 它们最古老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.35至2.42亿年前,虽然与现代的不同, 但这也证明了它们是如何通过飞行来帮助它们生存的。 第四位,石头鱼。 当你在水下时要小心你的脚,有些动物很难被发现,你不想用你的脚才死它,或者反过来它会伤害到你。 石头鱼是伪装的高手,它们可以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,以至于捕食者,甚至是人类都很难发现它们。 以至珊瑚鱼,发现自己靠近这种捕食者不到30厘米的距离就会立即死亡,因为强大的下颚会夹住猎物。 人类也必须对它们保持警惕,因为它们的刺痛是非常痛苦的,甚至有可能致命。 如果你被折了,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热腹患处,并服用一剂抗毒血清。 有时,这些鱼会以为海浪而被冲到岸上,这意味着我们也可能踩到它们。 第三,巨型猪头鱼。 巨型猪头鱼生活在珊瑚礁附近,喜欢有大量软珊瑚的地方。 这个物种是它的鼠唯一已知的成员,据说这些鱼有修长的鼻子,用来寻找埋在沙子下面的甲鞘类动物,就像猪寻找松露一样。 除了它的颜色和外观之外,和它的表亲亚洲羊头赖一样,猪头鱼也是雌雄同体,能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改变其性别。 性别的转变通常发生在三岁左右,它的寿命长达十一年,不像亚洲羊头赖鱼,它不是宾威物种。 第二,黑色奇美拉。 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水下五百米左右的深处,它是具有黑色或深褐色身体的鲨鱼,也被称为奇美拉。 一般可以长到八十厘米,但雄性可以达到两米,它们有大眼睛,略肩的鼻子,很大的背起和圆形的骨盆起,它看起来有点像深海幽灵沙。 它的区别是背部的刺合扣环比深海幽灵沙要大。 数据显示,从1990年到2010年,它们的数量逐渐增加。 2018年,新西兰保护部甚至将这一物种归类为不受威胁的物种。 据说,这种鱼很美味,通常它被制作成薯条的鱼片,它们没有濒临灭绝,这真是一个奇迹。 第一,香鱼。 它是一种盒子形状的鱼,它与河豚和挫刀鱼密切相关, 在它的鼠中大约有23种香鱼,它们有许多不同的颜色和图案, 不过它们最出名的是这种皮肤上有蜂窝状的图案的香鱼。 它们游泳的方式类似于划船,因此速度很慢,但即使如此, 它们也不用过度担心捕食者,因为这些小动物有很强的装甲能力, 以弥补它们速度上的不足,而且还是有毒的, 它们的皮肤会将这些毒素分泌到周围的水中, 匆匆忙忙想吃掉它们的鱼,将会非常痛苦。 它们的毒性类似于洗涤剂的毒性, 所以还是有一些鱼能够把它们吃掉,然后安然无痒。 你认为这些鱼奇怪吗? 还见过什么奇怪的鱼?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,感谢收看,下期带给你其他有趣的视频。